自己能不能理解到这个 来 兄弟们 对 然后 然后看到这种选择了之后呢 最终还是有一个大货牌的存在 嗯 那 他也没有选择到盘古这样的 而是搞了一个手术 露娜 也比较自信 也就是之前提到我是9月的 呃 比较自信的一个英雄 她的打了8场 8场5场 5胜 很鲜明英雄 她现在露娜其实和元哥 一起出的次数会比较多 然后这一次是主动马 拆开了 就是 在这种的角度上 我确实确实不太理解 为什么 半叠赛 拿露娜 嗯 那后面你们也说 这个9月比较善用的一个英雄吧 招牌 自信 对 这个时候已经2比0的手感 已经打出来了嘛 因为在XYG的阵容里面 他们是有鲁贝纳加加罗的 后期是稳得住的 好 来到双方第三局比赛 蓝色方XYG 红色方东冠WZ 大家好 我是今天解说机器 大家好 今天解说子鲤 大家好 我是GG 大家好 我是大仙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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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东莞WZ加油 也要加油 加油 加油 看一下两边的一个开局 东莞WZ是把射手放到了中路去抢线 然后把户放边去扛压了 这也是一个比较常规的开局 对 呀 这一个二一 别别别别 别别别 哎呦 林梦 他在偷装 他想去偷掉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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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完了完了 这就是 这就是 我辅助在前期的作用不是很大 露娜也是要快速的去发育的 嗯 双方互交闪现 刚才那一下各有击杀机会啊 不过动画WZ更稳一点 因为前期阵容方面 确实不错 嗯 确实强 嗯 这一下估计 九月到 到四就有点难度了 但还好 九月这边的双拉不就不住了 露娜还是能安稳到一个四级的 这局加罗 秀多这边也是要吃发育的 慢慢来吧 不过加罗对线啊 还是挺有优势的 对 对面张飞套个盾没关系 反正他是破盾伤害 嗯 对吧 然后这个敌人杰 论手长 加罗手更长 对 长臂元加罗也完全不错 长臂元 哈哈 太吵了 看看现在水墨西要不要动起来 发现了中路这个蓝 连波也来了 我觉得他不太敢动 嗯 这两分钟的龙 冬完来我自己是很有想法的 然后酷鞋也还没下来 这个龙应该是放了 我觉得X7这个龙应该是放了 他们因为在前中期 还是有点小劣势的 而且他们一直丢失了 连波的视野 不知道连波在哪 没必要前期跟一个 应该是要不了 而且这个龙是可以选择换的 换龙嘛 对 但是看到这边三张打龙打完了 所以说也就不换了 因为打到自己那边刚开 可能有点来不及 对来不及嘛 还有就是他们非常清楚 前面两局东莞W自己 都是在第一条龙这里 去看了一眼 结果就出事了 嗯 还行还行 能把这个蓝buff守住 就已经很快乐了 兄弟们 怎么回事 老卡 这个布局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其实第一时间换龙 嗯 然后换不了就不换 就比较理直 没有说 呃我一定要去 前中期比较弱实 然后我给你强行去抢一个暴君 没必要 因为这一局东莞W自己选了 选的是 中期发力的嘛 对而且比较豪华 说实话打架能力很强 是的 有火舞 蓝 连坡 控制也足 嗯 所以我把红拉脱就行了 看一下 现在下线 东莞W自己已经抢完了 直接来也去这边 打架我们的小野了 现在什么是雷 打招 哎哎哎哎三个要进去了 哇 哇这一波三藏 哇这推的是 这两位推进去之后 在东莞W三人的火力集中 爆发之下 哇推的妙啊 漂亮 嗯 张飞开大了 交闪现 杰简罗 哎哎哎 又来了 他还利用红buff 叠了两刀 嗯 那这个位置稀合 也不太好走了 下路的外台要被耗到 非常残的血量了 嗯 这有时候你从 呃打法上可以看到 东莞WZ其实也是那种 拿到优势 也会变得很凶 对 其实这两个战队有点像 就是谁拿到优势谁猛 而且猛的呢 似乎还要超出我们的想象 就猛得离谱 嗯 刚刚三道蓝 手上是两个人头 两个助攻 前期过渡的非常舒服 我们这边大后期阵容 好吧 他们前期比较强 没办法 得忍一忍 打架 他一万个理由去打架 为什么 他没有理由不打架 他要什么有什么呀 他这个阵容没有理由不打架 嗯 你不可能跟XYG对着发育到后期啊 那你让加罗这么发育的话 不就是对自己不利的 对啊 你肯定有加要打 非常清楚自己阵容的一个强势期 嗯 而且呢在天命对局能够拿到蓝 啊 然后蓝前期发育的比较舒服 嗯 这一切都是这局队 这这这这这 这个这个 前面打架太强了 延坡 蓝 布置火舞 顶不住 4分40秒 差现在已经稳定3000了 对啊 而且上下路的外塔已经都把掉了 还拿 哇 别卡呀 大哥 嗯 这个先知主宰 对 董管达六十先生 应该想的就是怎么样扩大优势 终结比赛 对 XYG里面就是保加罗发育 因为加罗确实后期的合 大哥位 那现在看一下双方的打野位 蓝是已经到达10级了 而露娜才刚刚到9 你说XYG在前面拿露娜 就是为了中国机带现去打蓝 有这个可能性 就是你蓝刮我 但是没那么痛 我露娜也可以飞 能制衡你 反正护秀呗 哎 看到三大金球是确实有 推出去然后直接抢击掉 真红反掉了 这也怪 他现在不太好拿 哎呦 这蓝 哎 加罗 直接开了个大招 再侧翼点人清线 但是清不掉啊 哎喷大招 张飞这边 给了个大就是为了推中路一趟 对 什么心一个雷灌下去 只是轻易到兵线压三水线而已 并没有什么斩杀的 没办法还得拖呀 这局XYG的这种理念和 第一局的东管咱们自己有点像哈 当时也是中路沈梦希 这个时候需要沈梦希去冠山 去撑一下往后拖 对吧 和自己家射手的发育 对 这个是没错的 对的 秀斗现在一剑 大剑还没有做出来 得要快点憋了 哎呦我这个蓝没拿到呀 哎呦我这个蓝没拿到呀 那这个时候比较的逆红队 我要找机会 但是刚才明的火舞 很凶啊 冲上去就是一个一闪 但没有开起来 对 虽然没开起来 但是效果达到了 他把塔推掉了 山二塔推掉 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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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育周期啊 感觉还有很久 让豆子在吃点钱 而且 这边秀斗应该是为了掩饰中期补伤害 他做了闪电匕首 鬼的 他是随力支枪完了之后 你怎么别卡了 这个鬼 他没有选择 他是随力支枪完了之后 第二剑就是闪电匕首了 他没有选择 因为闪电匕首的家楼 在前中期是有一定作战能力的 但是可能后期的性价比 没有说隐刃高 对 因为 加罗闪电匕首他便宜 谁比人便宜 其次是他的这个 被动电弧的效果 被动效果 加点伤害 再增加的是AOE伤害 然后隐刃的话 就是根据 这吧 估计要看豆子 支弄起来了呀 更多的性价比和加成 可以到后期再换 有钱了再换 这么理解吧 隐刃是后期 这个闪电匕首呢 就是前期过渡 比如说你小逆风的时候 搞一个闪电匕首 有点伤害 下路达尔塔也不准备手了 直接放了 对的 避免 这个时候跟你起冲突 这个时候如果我手 嗯 动管WZ可能强冲了 对的 那现在主动权其实在 动管WZ手里 没错 他们只要活不一有闪现 很快就会再次组织下一波竞 有五千经济差 嗯 这五千经济差稳住 我们我们手就行了 对吧 手 手他个二十分钟兄弟们 好 现在如果说小怪 想要去逆转下局势 首先西河的开团 只能靠路跟大师 拉多个了 对 但是等自己家 V位装备成型之前 最好是西河拉到别人的时候 张飞吼了个大招 然后西河闪现都省了 起码加罗是一个 就把别人拉回来 超级远才嗨 关键里破晓 嗯 我觉得破晓 嗯 破晓就是XYG的一个讯号 也是东西WZ能不能敢在加罗破晓之前 把经济拉开到无限大 但是破晓贵啊 三千四 是啊 现在还在补无尽呢 无尽的价格都没破晓高 大部分的攻击装备价格都稳定在两千多一点 是的 像闪电闭手这种呢 就比较便宜 无尽有了 不到两千 现在加罗都无尽补出来了 接下来就是要补破晓了 看到 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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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千金金 对面 对面蓝 七千多 他就是简单粗暴 我进场 我不求续航 我一套技能 能把你的一个C位换掉 我都是赚的 对 现在火舞就像一个自我引爆的炸弹影 叫棍式打法 上路了九月 回程被打断了 现在的危险 蓝现在十四级 存了三刀 好家伙 火舞也来追了 九月抓紧时间跑 走位 再躲一扇子 那就是杀不了了 悟空没来 他也确实不太好打 不看了 这集你看过 后面斗子乱杀 是吗 还好你看过 就代表自己可能要丢东西了 对 金鸡刹慢慢的扩大 在十分钟之前 这个金鸡刹其实压力大 雪上加霜 看看三藏的装备 恭喜魔法先 恭喜你中奖了 飞 三藏的装备 没有做经济护手 是直接破军完了 继续抽 继续抽 对 你的加罗还有你的露娜 都是有魔法伤害 有魔法伤害的 对 对 有时候 没办法 因为现在很多的阵容里面 也会补齐很多的AP伤害 有些现在 打野位置 对吧 包括在大家排位里经常见到的 助量打野 嗯 这个时候就要求你在玩 前排 或者说一些固定 这波要稳住啊 这波不能出事 我一定能抹抗你 这波暗只被加罗点到了半血 这个把龙清掉了 这个位置连波是占一只续满 但是 冰线没了 没法去压制了 我觉得现在对于动革咱们C来说 最好的方式就是去拿龙 嗯 补一波状态 等下波再冲 是 暗这边 的装备 是不是有点太凶了 是要不了 他是反甲 加上暗影战斧补了伤害 确实现在很费 他有点脆 只是如果 三分钟内啊 动革咱们C没能拿下的话 或者是巨大优势的话 其实暗一会会扛不住的 他刚刚已经看得出来扛不住了 加罗点拍下 已经压到半血了 张飞的 两名到5万经济就可以了 他被加罗有所克制 对吧 他的护盾和大招点的护盾 会被加罗无视 暗这个点的话 我估摸着他是这么想的 下一波团战进场 一定是他跟火舞一起进去 就是我直接把你加罗秒 直接一闪往里顶 对吧 打不死你也把你打残 打残完之后 你就舍不了他 舍不了他之后 动革WZ就要破高了 对但是一定要打出来 如果打不出来的话 其实很难受的 扛不住啊 就还是脆 现在加罗秀斗的破晓快补出来了 这个干扰一给 冲来冲啊 看那个大招空大 太早了 敌人杰先点塔 最拨 有点守不住 目的达到了 推掉下落高地 小怪现在被调了一个高地的情况下 可能 要琢磨琢磨 如果再这么一味的拖下去啊 有可能还要再破一些高地啊 我觉得他们是在等 在等秀斗的破晓 嗯 就是破晓是个讯号 对了 前面居说完了这个件事情 动革WZ就是趁着秀斗没破晓的时候 刚刚下路直接冲了一波嘛 嗯 我算我明白了 暗的装备是想 你既然加罗做了破晓 反正我也扛不住 因为我没多少钱 那与其是这样 我不是做一个暗影战斧加一个反甲 拼一下 我伤害高 对我给你秒了 反正扛上这个 你没伤害了 对扛上这个事情我就先不想 扛上这个事情是我有能力 现在我没有能力的话 我把你 我的能力是把你秒掉 但是他有能力去打伤害啊 嗯 对吧 联波他其实出到这个装备之后 打加罗一炮 大半航血是没什么问题 基本是 三分之二只可以一个人做了单吃嘛 嗯 然后后续要考虑的就是三藏和明的进场 蓝和火舞 他看到秀斗的破晓也是做出来了 真不容易 拖到了 转位大招还没有好 现在 这不是这个塔守不住啊 小怪这道阵上就有点像那种单核阵 嗯 就只能靠秀斗 秀斗去打 嗯 沈默西现在 这个兵线轻的也是有点吃力 如果说他的技能给兵线的话 又打不到人身上消耗不了了 因为林梦这边太穷啊 是的 你看到现在在落后 这一万经济的情况下 秀斗这个加罗 套出的破晓 他就是吃的林梦的钱 嗯 就是得先让一个人富起来 对你得养个大哥 如果大家经济都差不多的话 那首先也难 伤害也不够 对就是怎么说你 首先你打逆风局团战的时候 你要保持尽量保持自己的输出能力 跟对面在一个水平线 没错 否则的话你哪怕是做再多的肉 都不现实 因为你输出跟不出来 斗子是直接要补模拟了 他怕被 他怕被铺术火舞开到直接秒了 一万经济流失 其实火舞的经济还是低 您这边还是低 是 因为他把经济给了谁 给了三藏根 若克这边的点阶 是的 小虎兵先来了 手机的大招先打下去 钟无叶感觉不太敢 进去亲这个炮车 哎呦 对 一个黄牌挂着他吃不消 他不能转锤子 哎 不是被硬开起来了 硬打控制 控制非常的阻 走啦 这个位置秀都没能够站住 加罗贝苗 那现在只剩下凌茫而冰线 已经进到了水晶附近 等会大部队直接退水晶 我们恭喜 DOMWC 拿下一局 在关键的天命局拿到胜利了 火不起来 这局他们 有点难打 兄弟们 这种啊 确实是有优势 而且前前拿到了小优势之后啊 也是能够有 这个直接直接那个连波 可是他那个思路是挺挺的 保的保不住 是直接暗影战斧加 暗影战斧加那个 闪卡 121闪开大招 直接死 被对手打破了 但是奈何的这局没钱 还是那句话 你胜率再高 那前提是没有钱 有经济嘛 对吧 没钱的话拖到后期 如果是拖不住 那就没办法了 是的我觉得XYG这局是把太多注意力放到了蓝的身上 而这局其实三上只是前期带了一下节奏 但是后面的团上我看到 基本上都是暗这边的联波 再给予对面加多压力 没错最后一波团嘛 联波一闪一群群 我看到的是收择被鸡飞控倒了之后顺秒 嗯 就都被顺秒了 我觉得这也是 我感觉中午院打蓝 你的中午院可能是有实话的 我会比较怕你 但是联波是有霸体的 我经常 对我是不怕你的中午院的 而且火舞有大闪 就是只要联波控到了 加多火舞大闪直接跟上去 对的 中午院这个英雄 我来看一下两边的装备对比 这一局XYG比较可惜的是 没有拿到人上 可惜了可惜了 总开局就有一些逆风了 对的 然后若果拿到三杀 前期三藏这边也是很肥的 嗯 就是中路那一波推的仰克太关键了 对对对 那一波其实应该是跟我拿到这一 开始建立优势了 就是把经济扩大了 建立优势扩大经济的很关键点 是的 没事 现在是比分来到了2比1 我们2他们1 好吧 谁先赢四局谁就赢了 兄弟们 明白吗 是逆风了 你的逆风就决定着就是 你先拍 加油 你后排输出时间就有多少 加油 确实是 淘汰的 前中期 对 非常强力 毕竟是天命局啊 对然后他这道这种说实话 他已经拿到了很多个目前现版本中 无可替代的一些存在了 比如说不知火舞 不知火舞 中路法刺的替零 比如说连坡 看边路三幻神吧 是三幻神连坡吕布加上一首八戒 对吧你实在不行你只能搞一个小戒 你赢四局是B17 B17不是B15 B15赢三局 小怪去针对到你不弱的点数做BP 其实就可以了 而WZ呢 可能在下一局的比赛对抗当中呢 还需要再拿出百分之百的努力来 和精力来 看一下本剧NVP给到的是暗的连坡 这个宇宙级理解 凡甲加暗影战斧 进去直接给你把后来秒 对 他的想法其实 跟大众 对跟大众不一样 就我们第一时间反应 可能这个时候是不是偏脆呢 但他的想法是 反正你的家路破晓出来我也躺不住 我也躺不住了 还不如不用伤害B17 是的 你没有输出环境 那这个不就能是这个连坡的天下 就是看局势而定嘛 对 看局势而定夺嘛 就是开局这个位置 上路的节奏 XYG是 亏了很多 其实有点激动了这一波 没必要 这波激动反而导致前中期亏得越多 然后这一波真的是 这一波 对面的打野三藏同学还是表现出来还是强大的蓝的个人能力啊 角度刮过去一个大招 换到两个人进来 还存了两刀 然后这个塔就没办法 他们前期就做的就是特别好了 果然能打到半决赛 对面真的还都是有两把刷子的 这不讲道理的 他这个是看到加罗啊 直接是一次 他大招三段 倒是觉得 就得别秒 然后在几点瞬间 明这边的不知火舞 从高地上面被动进来大闪 对 他瞄准的位置是很犀利的 嗯